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一 朝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星期日早早有些雨 到下午都明朗不少 今日的情況可以出去看看 我們見到今早來說 都是比較多雲 如果看回雷達圖像就可以見到 其實已經有一些驟雨 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提醒大家出門的時候要帶傘 而稍後的時間可能會有雷暴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是短暫時間的陽光 有幾陣的驟雨 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9度 風格方面會吹和緩的偏東風 接下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電腦模式 我們見到到今星期的中後期 你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到時中國東南部的天氣 就會比較好 所以展望我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會是短暫時間 有陽光 也會有幾陣的驟雨 到隨後一兩天就會大智天晴 而日間就是天氣炎熱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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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